2022年4月11日星期一 資深傳媒人歐加律 今早大清早被警方國安處人員上門拘捕 說他涉嫌干犯串謀發佈或複製顛罕罹 到現在歐加倫被拘捕已經超過12小時 暫時警方都沒有出來交代案情 為何會拘捕他這些全部都是不清楚的 不過多家傳媒包括有線和Lao新聞 下午引述消息今次拘捕歐加倫 和立場新聞案是有關的 立場新聞案已經是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的事 去年12月29日警方同樣都是大清早去拍門 拘捕了一些立場的高層和前高層 當中包括前董事吳靠儀、方敏生、何韻詩等等 其實他幾位被拘捕的時候 他們已經辭職沒有做立場糧糧的高層 不過拘捕行動也是被拘捕了他們 最後並且正式落案 控告了兩位包括前總編輯中沛權 和處任總編輯林兆彤 其他的包括何韻詩、吳靠儀那些 就可以保釋外出 那兩位被拘捕的前總編輯 處任總編輯暫時仍然還押 而控告他們的罪 其實跟歐加倫現在被拘捕的罪一樣 都是涉嫌干犯了串謀發佈或複製煽刃刊物罪 這是屬於認事條例第九條和第十條 究竟是不是真的涉及立場新聞案 歐加倫那個拘捕行動 暫時都是傳媒去報道 警方因為他未出來交代 我們是不清楚的、不掌握的 但如果你說傳媒的報道是屬實的 真的涉及立場新聞案 其實是有一個疑問的 因為立場新聞當日十二月底 警方上門拘捕了之後 已經馬上結束了 理論上如果說歐加倫涉案 他的文章都應該是十二月底之前的文章 為什麼十二月底 現在已經到了四月中 用了三個多月的時間 才有這個執法、才有這個拘捕呢 要用三個多月去看一些舊文 但是歐加倫似乎不符合警方的做事效率 而因為立場結束了 歐加倫是沒有新的文章 涉案的 所以我覺得這裡有一個疑問 是需要警方 盡快出來交代、澄清 歐加倫被拘捕之後 這個新聞出了 我也上去他的網誌、Facebook 看過他近期的文章 其實他現在寫的文章比以前少了很多 不過都有一些會轉載其他人的文章 或者其他的暴動 這次他的拘捕行動和這些轉載有沒有關係 因為他在一些轉載當中 包括最近都有講一些引述對內地疫情的文章 有些文章也是比較具批判性的 那麼拘捕行動和這些文章有沒有關係呢 其實大家都是不清楚 不過這個拘捕行動出了之後 就會引起在傳媒界、新聞界都有一些討論 究竟關不關這些轉載事呢 是不是轉載都不行呢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很受影響 還有沒有新聞自由、還有沒有言論自由呢 很多這些討論 這些都是很需要警方 盡快出來交代、盡快出來澄清的 今天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她今早有開記者會 另外這個特首選舉唯一參選人李家超 也都因為去拜訪不同的選委、政黨 所以她都出來很多次見到傳媒很多次 所以記者都是有機會問到她兩個人 對歐加倫案的看法 那林鄭基本上就說 我不會具體評論這個執法行動的 所以我不講歐加倫案 李家超又說我已經離開了政府 我不掌握內情細緻 所以我又不講了 說不講這個案的內情細緻 但是兩個不約而同就說 我們香港基本法是保障言論自由的 保障新聞自由的 大家不用怕 但是如果你警方 不盡快出來交代案情 大家都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那怎麼會不擔心新聞自由 怎麼會不擔心言論自由呢 所以警方應該要快點出來 去告訴大家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這個拘捕行動 涉及什麼事情 那雖然說不評論 不過李家超和林鄭月娥 其實都有說幾句 那林鄭就說 香港貫徹落實國安法的 所以有法必依 有法執法必嫌 違法就必咎 而李家超就說 任何行業都要奉公守法的 那 今天歐加倫這個拘捕行動 在傳媒界 新聞界確實引起很大的迴響 因為歐加倫是一位 大家行家都很尊重的 傳媒工作者 新聞工作者 事實上他都是很資深的 他在這個行業 做了幾十年 是在1989年入行的 第一份工就是無線電視 他曾經在訪問中益述 他中大新聞畢業之後 第一天上班 就去無線做委員 那一天是1989年6月3日 大家沒聽錯 是1989年6月3日 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他益述說自己當日 走入無線的採訪部 被當時那種嚴陣以待 兵方馬亂的場面 所震懾 從此他也是全身投入 這個新聞行業 在無線一做二十年 當中也是特別關心中國新聞 跟他第一天上班的經歷 都是有關的 他在無線最初在新聞部做記者 跟著也有在時事節目當主持 做監製 這個就是新聞透視 所以他的樣子 當時入屋都是家傳戶曉 除了在無線做 他離開了無線之後 他也在港台主持過封煙節目 這個黃昏封煙節目 自由風 自由風 他做了超過十幾年的主持 他現在現職就是中大新聞及傳播 學學院的專業顧問 都是受到很多後輩 學生的愛戴 所以今天他被捕的消息一出來之後 大家既擔心 也都痛心 想到一個平時溫文耳雅 謙謙君子 其實你都可以說是文藥書生 現在竟然犯了煽動罪 被警察上門拘捕了 失去了自由 而不知稍後還會面對什麼 所以大家非常關心 非常痛心 我自己當然也是同樣關心 同樣痛心 我上網看回近期一些文章 其中在他的網誌上 他3月30日的時候寫了一篇文 標題叫做三個月 我相信他在說立場新聞案發生了三個月 他有一些感受 在這篇文章的尾聲 他寫了一段對話 這段對話我看了之後很深刻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他這段對話 其實是三句話來的 三段說話 他沒有說是誰和誰對話 也沒有說 其實可能隨時是自己和自己對話都有可能 那他這段對話是怎樣呢 第一句是這樣的 香港不會變好的 理性的人應該要走 這是第一句 然後第二句就是 你理性嘛 問號 第三句就回答了 我現在非常不理性 我看了這一段的文字 心情真的感受很深 我想也顯示到歐加倫的內心 一些的情懷 我也記得回到之前看過一個訪問 就是歐加倫 訪問歐加倫他益術的一段往事 歐加倫以往是很喜歡全世界到處去旅行的 他跟太太一起去 他接受傳媒訪問說到 他有一次去尼泊爾旅行 他很喜歡行山 他跟太太兩個人揹著刑具、睡袋、煮食爐 徒步走了三十天 要去盧克拉 在途中 他們登上聖母峰基地營對面的山丘 卡拉伯塔 他在訪問說 那天的黃昏是很漂亮的天色 他跟太太用了兩小時上山 去到山頂很安靜 聲音都消失了 只是聽到自己的呼吸聲 自己的心跳 甚至血液流動的聲音都聽到 當時有很實在的存在感 但又覺得渺小如塵土 歐家倫說 以後無論他遇到什麼 只要回想到那一刻 就能夠回到生活情明無悔的狀態 這段是歐家倫接受訪問說的說話 今天我突然想起他這段訪問 我就覺得 好人一世平安 這句說話是不是真的這樣呢 我不知道 不過我很清楚的是 我相信的是 好人心境一定是平安的 今天在這裡的分享 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